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洛杉矶现场 不说您可能会不知道,其实慈祭美国有很多的第一 比如志工们穿的蓝天白云制服就是从美国先设计出来的 另外慈少也就是慈祭青少年,更是早在1997年从纽约开始 在当时都是以志工的孩子们为主 而现在整个大纽约地区的慈少共有一百多人 全美各地的慈少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慈祭家庭的孩子们共同加入 纽约峰会是1991年成立的 由1997年开始成立慈少 可是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没有慈少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所以有慈幼、有慈青 那我们就开始成立这个慈少 我是1998年进入慈绩的 那时候也是还在念书是个慈青的身份 那时候就因为慈青也很新 那我们纽约这边也是第一个慈青的group 然后也是第一个慈少的group 一开始差不多有十几二十个孩子 大家都是初中高中的孩子、男男女女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只是讲慈啊、交朋友 他们自己本身喜欢慈少这些活动之后 他们也会自己邀自己的同学 然后就一起来参加慈少 我们的节目是每个集合都不同的 我们的节目是每个集合都不同的 所以我们每个集合都可以在节目中 我们每个集合都可以在节目中 我們也要介紹慈禧 我們也要參加一些慈禧的 慈禧們也要看到慈禧 在慈禧的聚會上 師父有什麼活動 他們就幫忙做表演 或者是一些搬運的事情 紐約的慈禧跟大人的互動 很多活動是結合在一起的 會跟母親共察 就是一些比較家庭親子的活動 我們會設計 他們活力思綫就在不同的 不管老人院 大型活動 或者是各個地方去做表演 那因為這樣子的活動的結合 所以這群孩子都有非常融洽的感情 不用慈禧的抬頭 但是讓他們知道這方面是 環保意識 知道怎麼樣照顧自己 照顧他周遭的人 怎麼樣去付出 讓他們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有愛的人 然後可以把這愛 分給他們周遭的人 看到他們在一個很健康的環境長大 然後吸收所有慈禧的資訊 和交所有的朋友 然後也培養一顆善良的心 我覺得真的是很高興 這樣子一路看著他們長大 希望有機會能夠看著 大家一起一路老下去 除了有美國孩子的飛揚跳脫的氣息 慈少的孩子們還同時兼具著沉穩負責的特質 除了平日的聚會之外 還會跟著慈禧志工們去掃街 到老人院去跟老人家們互動 是志工們的最好幫手 我們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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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在這個小艘 是這裡的成立 到我了解 我已經在八位 所以現在來到八位 在三個月 現在 我經歷了 在這裡 我會有很多朋友 我會帶我朋友 我可以幫助你 在這裏 我和其他學生 我們可以學習 學習的法學 我們來學習的 I know I've never been able to survive in life and how we are able to help other people From CG I definitely learned to be more grateful Especially watching videos like today And just looking at my life And reflecting on the stuff that I have Compart to, like,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is we learn sign language and dancing We perform for the elderly who've been left there by their families To just, because their families can't take it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m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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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笑 这很棒 为我们的地球做一件好事情 我们有一份力量 然后帮助大家 觉得是很好的事 慈少在纽约地区的发展超过20年 一代一代的孩子们从青少年茁壮成为社会栋梁 甚至成为慈济志工 同时慈少在校园内散播爱的种子 也是慈济投注在校园的一股清流 正言法师说 教育要在全民社会 而不仅在学校课堂上 让孩子们接触人群 身体力行 发挥爱心 每一个孩子就是一颗种子 即使只照顾好少数的孩子 从一而终也能够成就无量优质果实 我是王伟玲 以上是我们在美国洛杉矶的报道